但自己终于等到事情的机会 不争气的他却没好好把握 竟还不如比他威贱十倍身份的宫女 于婴儿园是以眉园的下等宫女 只因在除夕之夜 恰巧听到皇上和甄嬛的对话 故而借机冒充上位 虽然骨子里读书不多 却有一张会唱昆曲的好嗓子 阴差阳错深得四大爷喜欢 一下飞上之头便凤凰 直接从官女子晋升成答应 还被皇上清风妙婴娘子 可见四大爷甚是喜欢 沈眉庄来探望甄嬛妹妹 说起最近宫中有一件新鲜事 皇上看上了以眉园的一名宫女 以眉园的一个宫女 现实封了官女子 其而又今晚答应 是以眉园 是啊 甄嬛这才知道 那天晚上和她对话的 原来是皇上插着花儿 听着曲儿 哪个男人不喜欢 这话听出没姐姐的惆怅 都是皇帝的女人 得不得是一看便知 回去路上恰巧碰到于婴儿 于婴儿坐着叫年给沈眉庄请安 说起四大爷心疼自己 怕她摔着特意安排的轿子 这让沈眉庄心中一酸 听她傲慢的语气 显然不惧怕 比她位分高的沈贵人 丝毫没有下轿行李的意思 赶着去华妃皇后宫里请安 反过来让沈贵人给她让路 这等不守规矩 不得不说沈眉庄果真能忍 一旁的宫女彩月都看不下去了 仗着得宠都无法无天耍威风